客戶突然界的 很多時候人們就已經來到個這麼美的沙灘 她開一隻這麼多米長的船 20至20呎 很多人都不想在這裏落嵐 然後又要游泳在沙灘上 如果你又不想濕腳 怎樣能夠將那個船 可以落到嵐之後 又能夠不需要游泳去沙灘上 記住這個方法是不容易的 第一 第二是不是每個地方要得的 一定要跟著這個方法 因為很多人是因為 他想著就這樣 將船頭推到沙灘上 想著上完那些人之後 就可以離開這個沙灘 其實這樣的話是非常危險的 原因就是我們絕對不能夠 讓這隻船打橫在沙灘上 這隻船怎樣不會打橫在沙灘上擱淺 就是因為你要跟著這個方法 我現在示範一個方法給你們 是怎樣能夠將這隻船落到嵐 很安全地 那些人可以走上去沙灘 但是不會有任何危險的 首先我們預備個嵐先好不好 首先我們預備了一個嵐了 好 嵐預備了之後 最重要另一個步驟 就是一定要在哪個地方落嵐了 因為落嵐的地方 在整個技術方面 是最關鍵的 現在的船 那些風是從我們這個方向來 我們一定要評估適合那些風向 好 好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Sapa 600 Sun 6 它真是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在船尾走 走到船尾的話 這個靠背可以隨時有這樣的開關 然後呢 就是放了下去了 為什麼會濕到船尾? 應該會濕到 可能會濕到 可能會濕到 少去吧 是 膝頭過以後 膝頭過以後 是 放在上面等你 好了 現在呢 好 我在這個位置 跟沙灘有對的距離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會把船 退下去了 所以我一定要把船 這條繩呢 是令到 那個距離呢 是剛剛好注意的 來到這裏 因為這裏越來越水淺 所以我們必須呢 是要把這部機器 是需要調校高翻它 現在一定要是呢 是令到我的船呢 是慢慢地移進去 但是一定要 先要下一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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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這個浪先 很多時候呢 去到最關鍵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突然間差不多到這個沙灘的時候呢 就好像那麽大的浪而來 但是我為何這個船 不會退去沙灘呢 是因為我之前呢 已經下了一個樓 定住我們的船頭 定住我們的船頭 好 好,Emma stand by 拿我下去 拿一條繩 是 拿著一條繩 是 OK stand by 是 蹲下一點 不要下 不要跳下去 不要跳下去 我叫你先下 不要下 不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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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水退就下 一水退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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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 退一點 退一點 好,行了 好,給我炆住 好,放長一點點繩 是 好 現在我要拉回 不要放點條繩 放點條繩 是 好 我先炆成一點點 好 好 OK 這條繩比較長一點 拿著這條 拿著它 跟著炆 炆長一點 炆癢一點 這個放給我 是 是 OK 用力 其他上去 其他可以上去 扯人的船 是 沒錯 是 自己下 成功跟住了 我們 怎樣? 很厲害 現在可以 有沒有收到腳 只收到這麼多 可以了 是 其實很多人 都很有一個 期望 幻想 怎樣能夠把船 拍到很近的沙灘 但是 又不是很想 濕腳的話 記得的重點 是甚麼呢 先要下個 樓 這個樓是一個 非常之重點 所以 當然 這條繩是控制住 你 它就不會 因為它下了樓的話 船就不會 打橫去 擱淺 當然 如果這邊有個樓的話 就要靠這個樓 去固定船 是不是 所以 記住 這個方法 我示範了 但是 不要經常用 如果這條船擱淺了 不要賴我 教得你們不好 要練習的 那條繩要多長 要練習的 有多大風 是要判斷的 所以千萬不要 亂來 亂來 好嗎 不過無論怎樣 我覺得示範了這樣的樓樓的方法 在一個無人島的沙灘裏面 正不正 正啊 正啊 你們可以繼續玩你的游泳 是吧 如果你們想輕輕鬆鬆 考到一個船牌 考完船牌的時候 如何升級你們的生活風格 其實 來到一個這樣的私人的沙灘 你整個的生活風格 都已經 是很輕鬆 以及很享受的了 當然 在整個過程裏面 你可能考到一個牌子 不難的 take to multiple choice 就可以了 但是真正要學駕船 真正要 將一隻船能夠拍到 好像這一隻船這樣 他們又可以 不需要游泳過來 都可以上到沙灘的話 是需要學的 那在整個學習的過程裏面 那我有很多的 示範呢 是跟大家介紹 那 有興趣 對我們這個的 船艺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你們呢 是subscribe 我們以下這個channel 和呢 是share這些這樣的影片 給你們一些 有共同興趣的朋友 好嗎 今天就到此為止 OK 多謝你們了 是收看 是可以上了 其他另外那些 不是不可以 是嗎 那也有什麼 開玩笑 吃點豬腳 吃點豬腳 吃點豬腳